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9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播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和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傳揚出去 好了 我們今節就說說中國台灣省的事情 大家知道了 五一期間 一名大陸的男子 蛙杖皮艇穿過了台灣海峽 這件事其實未冷卻 又有人學他了 今次蛙杖皮艇的 就是來自廣西的一位江姓男子 他也在一個很有名的城市 蛙杖皮艇 就是福建的廈門外海 之後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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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已經吸收了上次經驗 台灣這次厲害了 咦 在這個雷達上面 咦 有一點動來動去的 結果 就捉了他 還有這個人很特別的 他很聰明 怕肚餓 他就帶了16隻水餃 在身上 哈哈哈哈 還有他說明的是豬肉水餃 你知道台灣 如果去過台灣地區的人士都知道 你要填一張表 看看有沒有這個 叫做 大豬肉 因為台灣對於非洲豬瘟 防疫措施很嚴格 這個也是贊一下他的 所以他們就即場消毀了水餃 那說一下這位人士 其實就是5月4日清晨被發現的 他怎樣就是試圖用無動力 將皮艇打算闖過這個金門 你記住無動力 真的手動 還有吸收了上次經驗 今次台灣地區的海巢 終於開雷達了 又看到人了 之後就在岸邊等他 一看到 應該說 去到台灣地區的人都知道 台灣很喜歡說一句 歡迎光臨 哈哈哈哈 當然 我說笑而已 台灣的海巡 穿了防護衣 等待這位來自港西的男士 這位來自港西的男士 都很輕鬆的 跟我一樣 一對拖鞋 他有先進過我的 穿了長衣 又長褲 黑衣 黑衣 黑褲 厲害 還有上岸的時候 這位江姓男士 很鎮定 但是他的小艇上面 除了16隻水餃之外 還有一些東西 就是有兩顆行動電池 兩部手機 以及工具的刀仔 也有銀行卡 內地的銀行卡在台灣用不用到 應該可以用到 銀行卡 好 來自港西的江姓男士 今年 22歲 剛才說過 從廈門 沿海 蛙橡皮艇過去 這次用廠 其實 大家覺得好像很驚奇 很近 是5公里 由廈門的沿海 所以 他目的地打算在金門的 三絲山海邊 都挖了5個小時 只要偷渡的原因 他很厲害 就是想來 我就是喜歡來 還有 又是那句 我向往台灣的自由 真的吸收自由的空氣 還有要說明 這件事 即是叫做投奔自由事件 陸媒當然這麼說 已經是5天內 第二起 就是用手動的橡皮艇 挖過去台灣 不過 也引起了台灣當局的重視 他們現在就是透過所謂的 情治相關機關 深入了解 兩個人有沒有解放軍背景 以及去台灣的動機 當然 我們這件 這位港西的江聲 沒有1號那件這麼轟動 因為1號那件 唉 在燈賣島才被人發現 這次他怕被人罵 所以慎重慎重再慎重 現在終於有報防了 之後居然有台媒說 現在的偷渡客還經過 美軍的人肉無人機 哈哈 還有 其實 台灣的媒體 也說了一句話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可以跟大陸開戰 兩部橡皮艇 就可以這麼容易 來到台灣 其實我也打過大大問號 好像台媒經常說 不用怕 我們可以跟中國內地不惜一戰 哈哈 不惜一戰 是不是真的 我們說一下 其實 這麼多年 有些個案 我介紹一下 好像2015年10月 一對男女 挺厲害的 又河北 千里迢迢的 南下廈門 浪費了四個小時 就從廈門一直到小金門 2016年8月 一名四川的教員 李先生 他也是半夜 他這次聰明很多 偷偷地跳入小三通的貨船 躲起來 就從全州的石井 偷渡到金門 2019年7月 也是來自廣西的 一名來自廣西的男子 也是蛙塑鳥艇 偷渡到金門 2020年8月 一名四川男子 這個更厲害 是游泳的 這麼厲害的 游泳到金門的大淡島 金門就很近 其實是看得到的 看都看得到 所以游泳 如果你有一塊浮板 游過去其實都不算很難 如果是好像渡海泳那樣游 就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有一塊東西 拿著 其實大部分人都游過去 是 就是那個距離 我說 是 之後2021年3月 也都一名男子 又是游泳到金門 台灣當局 其實對於這些所謂的 投奔自由的案件 很頭痛 根據台媒說 類似的案件 層出不窮 偷渡客 經常供詞反覆不定 事實真相很難查明 有些甚至說自己有精神病 不想回去對岸 所以令到台灣方面十分困擾 還有現在這樣說 其實台灣也不相信所謂的投奔自由 島內有些專家說 這個動機令人十分懷疑 連台灣島內的所謂的專家都說 其實現在大陸陸很自由 什麼嚴刑逼供的 基本上 正常人少之有少 所以很多人覺得背後的動機 他們想得更瘋 他們覺得這些是間諜 所以台灣當局現在很認真地查些所謂的真相 一般來說 偷渡到台灣 面臨三種下場 第一 做這個儀形區 之後遣返大陸 第二 就叫收容 替代 有了這個身份 其實就是可以在台灣生活 又或者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收容替代身份 就是在台灣其實是不可以工作的 但是非法偷渡的話 申請政治庇護是很困難的 因為是沒有人推薦你 你自己說而已 今天我也會做一節 是關於澳洲的政治庇護 也是只有淡少的 在整項的 請大家留意 還有台媒就說 以往這些所謂投奔自由的人 最後都是依法送辦 多數是遣返大陸的 其實跟他們說 死條心 不要搞那麼多事 老老實實說 正常人 我覺得正常人在中國的生活 起碼不會被人亂逼迫 這樣先 所以 在南部會 如果你 政見不同的話 在台灣南部會被人逼迫 大家要記住 韓國瑜 就是被人逼迫 還有很多事情 他有辦法拔走你 還有現在 他們就說 這些大陸游泳過來 或者蛙船過來的 叫做第五中隊 就對了 什麼叫第五中隊 他們說 這些根本是共產黨的地下組織 甚至 在台灣 已經建立了間諜網 老老實實說 帶十六隻水狗 如果 這個是不合邏輯的 如果你說到共產黨是這麼可怕 那些疊戰這麼可怕的話 會不會這麼流 讓你一捉就捉到 還有帶十六隻水狗在身 這樣共產黨也很害怕 就是 什麼什麼同事 你過去了 這十六隻水狗就是為你戰衡 那說回來 其實 現在台媒也是訪問了舊的 台灣省的所謂高官 其實訪問了一位前國安局 國安局 我打雙印號 我打雙印號 負責人叫上教劉冠軍 他就說 哇 這些年來 很多人 就過來我們台方 我都很害怕 還有 民進黨第二次執政之後 他們 亦都通過了所謂反滲透法 加強軍情特種人員 投誠大陸的佛則 來阻嚇這些案件 即是他又要倒截大陸來的人 又怕台灣的人投誠去大陸 之前如果大家留意台灣新聞 新黨清聯團有位叫黃炳宗 發展了一個組織 之後有人說他是共諜組織 其實這位黃炳宗也是提倡一件事 就是和平統一 就是台灣 老實說 你說和平統一 就是政治不正確的 就好像澳洲這樣說 我們唐人 我之前說過我們唐人 只要對中國說一些公道話 不好意思 你政治不正確 你等於投共的 台灣當然也是有些人想 說這些和平統一的言論 被人打壓的 不用說了 還有一件事 好像這些橡皮艇事件 他們很厲害 他們說到是侵台 這些陸媒有沒有搞錯 一隻這樣的橡皮艇 就可以侵到你台灣的 那些國軍都很流 證明了對台灣的引號軍隊 沒什麼信心 喂 但是16隻水餃 我說不好聽 我一鍋都吃光了 16隻水餃之後 他還有沒有體力 和你打槍 真好笑 還有在金門 這些事情就有為常識的 說出來 為什麼呢 金門的水都是在廈門運過去的 是有條管道的 那說什麼呢 是啊 不如那些人通過管道游過 潛進去 如果要搞死台灣地區 一按個鍵 斷了那些水都沒有 你都收棋了 是啊 沒錯 其實是沒有敵意的 很多事情都沒有敵意的 是啊 那些陸媒港道 現在是很艱難了 你一定要支持我們搞獨立 才沒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你獨立即死的 是 其實大家都很明確知道一件事 你搞獨立其實是死路一條 是啊 不過這樣說 台灣地區的政府就說 哇 我們估計 2017年 就有十萬人 已經潛伏在台灣 從事地下工作 就有五千人左右 那五千人 已經滲透入了台灣各級政府 你這麼流 你不是說經常跟美國人合作嗎 十萬人 你不趕他們走 或者搞定他們 好像吹到大了一些 對吧 當然 那些陸媒人說 現在解放軍已經用不同的形式潛入台灣 情報單位的地下人員的數量不可忽視 第一件事 如果禁了十萬人 你都拔不出來 你的執政 所謂執政 能力也挺有限的 第二件事 你怎麼讓他們來的 你怎麼讓他們來的 你自己有什麼反滲透法 但好像很流 當然了 他們的陸媒人說得很誇張 他說滲透的渠道很多 除了偷渡 還有學術交流 黑道 連廟都滲透了 工廟 地下經濟 微信等等 可能每個陰暗角落 都已經有解放軍 雖然很大 而且他說一般情況下 台灣的相關部門 是沒有辦法有效地查獲的 你知不知道 沒有辦法查獲他們 歸咎於什麼 他說 因為台灣實在是太民主了 而善 那他們真的想要獨裁? 他們不是民主堡壘嗎? 笑死 就是好像這樣 我蓋你一巴掌 因為我太愛你了 這些根本是亂說的 沒有邏輯的說話 他說 因為我們台灣人 是考慮人權 和人生自由的 所以我們相關部門 查查這些事件的時候 我們是不敢侵犯人權的 你自己不行就不行 不要經常說自己那麼偉大 好嗎? 之後他就說 在解放軍幫助之下 台灣走私槍決 之後 台灣軍方所謂 幾乎毫無對策 查冊能力相當低 所以很多黑市棒棒 還有綠生的買 胡椒粉也是 通過對岸的人 搞過你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一兩宗 叫做這個蛙象皮艇事件 只是九牛一母 以後可能還有 輕型反裝甲武器 和輕型對空導彈等等武器 就在解放軍的幫助之下 走私到台灣 嘩 說得很誇張 而且 你說得越誇張 證明你越無能力 說句老實話 喂 這些武器 你都檢測不到? 不是吧? 我就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是 撿L了它吧 所謂的國軍 所以就是笑話一撞 你說得大十六隻水餃的人 都叫做解放軍 那些叫做間諜的話 你真的很流 看見解放軍 好像沒有那麼差 說實話 不過那些陸媒當然說得相當誇張 兩岸現在戰雲密布 情方嚴峻 所以希望各大的所謂 大家相信我 國安情報機關 要用最敏感的神經 去看著我們台灣 這樣說 那些陸媒這樣說 嘿嘿 總之一得淡笑 你吹得這麼大 顯得你很無能 你蔡政府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 拜拜